丰田的卡罗拉 隶属于上一代的一个末系版本 整个车一个外观看上去 真的是十分的时尚而且潮流 配置是属于当年的1.2T 智星版新车制造价13万4千8 也就是当年一个高回车型的 多一价格是在一个14万左右 当时优惠了1万块钱 那至于这辆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 视频之后会给大家来揭晓 说到丰田这个品牌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因为丰田它整个一个质量可靠性 包括它的品质还有安全性 都还是很有保障的 加上不俗的燃油经济性 都成为了我们国内汽车市场上的 一个代表品牌 但是呢这么好的一个燃油经济性 包括它的质量 就使得它的整个保质率呢 特别的高了 那至于这辆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视频最后会给大家来揭晓的 小编呢就这么给大家说吧 这辆车平均一年呢 是绝对赔不到2万块钱的 这个车车况给大家说一下 全车只有前杠烹火器 基于都是圆满圆器这么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的一些换件的 像这么一个车 这车子上是一个精品车况了 目前这辆车公里数 是跑了4万公里 算下来一年呢 就在一个1万公里左右了 包括这辆车还是一个白色的车漆 白色的车漆是要加2000块钱的 当时车主也是说过 白色确实是看起来好看 黑色呢真的是不是特别奶脏 大体呢我们看完了这辆车一个外观 我们来看一看它内饰是什么样子 内饰其实说实话话 真的有些太过老成了 尤其是跟它主流车型相比的话 就更没有什么特别大一个看头了 全车一个说字打拼 上面呢是黑色的 中控部分呢则是米色的 这个车不过呢 它的做工优料呢还是很厚老的 整个一个按键 它的一个布局 还有它的一些异想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 都坐同级片里面最好的 屏幕呢是车主后夹的 这个车车主是自己 加装了不少的东西 包括这辆车车主还加了 最加热这么一个功能 蛇形的一个挡霸 全车6个气囊 这里呢就它的一个门把手了 门把手呢也是特别的舒服的 摸起来质感呢 冰冰凉凉了 非常的不错 包括它的一个按键处呢 我也经过了仔细检查 没有任何的问题 很干净的 而轴距已经是达到2米7了 第二排我们最近去 它不会有任何鸡腿 这么一个感觉 1.2T的一款发动机 4缸的 最大马力是116匹 变速箱 只是一个传统的 CVT变速箱 模拟8档的幻速 这个车的话呢 市场价格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就以这辆车为例 我给它价格出到了9万块钱 卖能卖了一个9万5千块钱左右 车主也是欣然接受了 那大家感觉怎么样子呢 花成一个8 9万块钱 9万多买行 这么一个卡罗拉直播朋友们 并吸车就便宜几万 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些视频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下方 多多的语言和探讨 我们下次见下吧 朋友们